在视频的最后 我会送出两份礼物 感谢大家的支持 OK这里是不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不是熊路观察 今天简单观察一下我 这是我发熊路视频的第25天 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会有这么多的朋友 喜欢并支持我的视频 在前两天刚刚粉丝量是破一千 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呢 我也是在今天 想要简单的说两句 其实主要呢 还是想要回馈一下各位朋友 在视频的最后 我会送出两份礼物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作为一个熊路区up主 我简单讲一下我的初衷 不必会的讲 我其实原来是一个利亚德球迷 然后相当于是跟着利亚德 一起喜欢咱们熊路 但是之前我也是比较关注熊路的 21年的时候字母夺冠的一年 是我认为这几年 我最认可的一个冠军 我很多次都是把利亚德 想象成了字母 都是一人一成的代表嘛 我也希望利亚德有一年 有一天的时候 可以站在这两场台上 拿到属于自己的奖杯 所以我也是很羡慕字母 也很羡慕熊路队 能启得那年那么样一个成绩 在利亚德之前一直 现在转会留言这段时间 虽然他指定下架是热火 但是我心里最想让他去的 一直都是熊路 因为他自己也之前说过 想跟字母哥搭档 而且我也觉得 他们俩会产生一个 很好的话语反应 最后呢 竟然是如我所愿 真的来到了熊路 然后也使我 对这只熊路的感情 更加上升了一步 那不管是利亚德也好 还是字母也好 在咱们这边 一直都属于小流量球员 都是那种被当靶子使的球员 只有到那种捧一彩一的时候 很多人才会想到这两位球员 那起初呢 我也是不太愿意在这个话题里 做过多的纠缠的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特别是利亚德身上的几个事情 其实利亚德身上 所谓的那些黑点 我都觉得是属于他的荣誉 所以没有必要跟他们争吵什么 比如说六千万的年薪 他是该得的 他就有这个能力 比如说七十五大 那他就是实至名归的 七十五大球员 又怎么样 要不你去评 再比如说一人一成 这种忠诚的字眼 都已经被人拿来做调侃 作为耻笑了 我觉得这些人 已经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所以不想跟他们说什么 也激发不出 我什么讨论的欲望 但是今年不一样 今年他来到了密尔沃基以后 很多人风向出来的是 他是毁了这支球队 或者说他不如诸葛的作用 这个我真的 其实忍不住了 所以是我想 做些视频说的一些事情 虽然没问题 可以交给时间 但是呢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 一些观点的输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把我的观点 分享给很多的朋友 让大家都知道 利亚德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球员 他到底会起到 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他到底为什么 这么多年所被人 低估的点在哪里 他究竟能带来的 实际能量是多少 我想跟大家 传输一下这些观点 所以这是我做视频的 最大的一个初衷 那第二个就是 在利亚德职业生涯以来 今年是我认为 夺冠希望最大的一年 所以我也是想 通过自己的方式 记录一下 不管最后的成绩如何 不管最后 到底走到了哪一步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也做出了 我所有的一些努力 我也陪着球队 走了这么长时间 就当我为自己 记录一下也好 那以上就是 我作为熊路区 一个小up主的 你说一点初心也好 或者是私心也罢 也是我做视频的 这样一个契机 一个动力吧 也是感谢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有这么多朋友发现 并且支持着我的观点 包括现在就有很多人 在每天比赛完了以后 都跟我催更 或者说在评论区留言 等着下饭什么的 这也是对我这段时间 一直做视频 很大的一个动力 感谢各位的认可 那今后这段时间内 我也会尽可能的 多更新一下 我关于这支球队的 一些看法和观点 可能会不限于视频 图文或者音频 这些有机会的话 我也愿意去试一试 可能也不光这支球队 比如说像咱们 主要的几支竞争对手 费城 绿军 热火 这些如果有想法的话 也可能会多聊一聊 再比如说整个联盟 一些新鲜事 一些焦点话题 对这些如果有一些看法的话 我也可能愿意去 多去发表一些我的观点 这是我简单构划下的 我一个方向 包括可能到 三千五千左右的时候 很多朋友问我有没有 这个交流群 可能我也到时候会创建一下 比如说过了一万以后 如果日常 大家的需求比较高的话 我也可能会做直播 跟大家聊一聊各种观点 那这些也是多多仰仗以后 各位老板的支持的 那随随念完事了以后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抽奖环节 首先第一个 我会送出一张球星卡 这个是博尚的一个 DARS系列的 新秀年的签字卡 这个咱们卡圈 一般叫杜雷斯系列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玩 也是Rookie Card 它的一个新秀签字 作为目前熊鹿对那几个 还有希望的一些新星 对于博尚 我之前对它的期待也是比较大的 也是希望它能够越打越好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一个熊鹿群的群主 联系我想要联合给大家 送出的一个福利 是他自己的一个 服装AI设计平台 叫做火乐 大家可以在微查小城去搜索一下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通过AI绘图 设计一些图案 或者是自己上乘图案也好 DIY一件属于自己的衣服 那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 这个立字连线的这件衣服 就是大家的这个平台所设计的 我也体验了一下 舒适度还是可以的 所以希望各位老板多多支持 那我们也会抽取一些朋友 送出一件最高价值100元的 不管是帽衫也好 冲锋衣也好 自己任选的一个衣服品类 那以上就是两个福利给到大家 也是感谢 再加上希望各位老板 以后多多支持 那我会在评论区公布 咱们的福利参与方式 也是祝各位朋友好运 OK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我说有道理的话 那麻烦给我一切三连 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熊鹿继续 见